啊, the one good thing about the beach, 蜜蜜像你頭像大, and no one to share them with. You're gonna make me so thirsty. Not so proud that I plucked you from the sky, huh? 今天我们来做广受欧美人喜爱的椒盐碟饼, 在碗里准备500克的温水, 加入15克红糖和4克酵母粉搅拌均匀。 另外,用一个大盆加入500克的面粉, 10克的盐和30克的黄油。 黄油切成小块, 有助于后边揉面时更容易混合均匀。 将最先混合好的水跟盆中的盐和黄油搅拌在一起, 准备和面。 如果家里有和面机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用机器,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手工, 大概3-4分钟就可以混合均匀, 手感软而不黏, 有韧性就好了。 然后用毛巾盖在盆上5分钟后就可以准备做叠饼的形状了, 可根据个人喜好来选择叠饼的大小。 刚才和好的面切得宽一些, 揉成条的时候会比较粗, 这样叠饼做成就会比较大。 反之,切得窄一些,揉成的条就比较细, 饼就小一些。 大饼口感有劲道, 小饼酥脆, 揉的条长一些, 这样在做形状的时候比较容易。 用两手将面条的两端拿起, 形成一个U形, 左右缠绕一圈后, 对折回U形的底端, 将做好形状的叠饼用毛巾盖着发30分钟, 然后在冰箱冷冻室中放30分钟。 目的是为了将叠饼成型, 这样在碱水中浸泡时更容易捞出来。 碱水浸泡是为了烤好的叠饼外表更加有光泽, 而且能锁住味道。 在一个大盆中放碱水和水, 比例是1比10, 这里我用的是30毫升的碱水和300毫升的水。 混合均匀, 将冷冻室中的叠饼浸泡在盆中5秒钟拿出来。 放在烘焙纸上, 撒上油泰盐, 这种盐颗粒较大, 在烘焙时不会完全溶解在饼中, 而且白白的结晶会使叠饼更加好看。 烤箱设置在355华氏度或180摄氏度。 根据饼的大小, 烘焙的时间基本上在15至30分钟, 直到外表金黄就烤好了。 〔新鲜美丽 لل双方法〕 〔新鲜美丽的人물ו不足〕